這場永遠參加不到的婚禮 在沉重的氣氛中依然照常舉行 同學陳冠祐等人是 聖幼的大學同學 感情非常的深厚 此次是準備參加今天的婚禮 造成意外發生 聖幼內心非常的難過 在婚禮圓滿告斷落後 會擇日安排前往祭拜同學們 新兩的哥哥帶為轉達心情 同學為了要來喝喜酒 竟然釀成六死一傷的悲劇 這對新人來說心情真的很沉重 但婚事都排定了 也只得照常進行 不過來看看迎娶的車隊 伴郎們都穿著樸素的白上衣 是新郎的心意 新郎說出門前默哀三分鐘 迎娶車隊沿路不放鞭炮 以及伴郎工作人員穿白衣 都是為了表示對同學的哀悼 而根據參加喜宴的賓客轉述 新娘看到了同學幾度落淚 要下來幫他們做很多的活動 很多的節目 結果都沒辦法來 都沒辦法來 所以對他們兩個來講 我覺得對他已經很痛苦了 婚宴洗開四十桌 新人仍然為無法參加的同學保留了桌子 正因為感情非常的好 意外發生讓這對新人難以接受 發生車後的七個人和新郎新娘 都是名傳大學同班同學 新人是在畢業之後才相戀變成班隊 因此這場婚禮是另一類的同學會 其中一月新娘訂婚時 在婚宴中大夥還扮成白雪公主 蜘蛛人等上台表演 看得出畢業八年了感情仍然濃厚 希望就是可以讓這場婚禮簡單的結束 那謝謝大家關心 那謝謝 我們都很難過 這次七個人提前一天從北部南下 原定要跟定居在台中的同學聚會 隔天再去參加婚禮 卻沒想到在半路發生車禍 六死一傷 雖然照常進行婚禮 但空出了一桌同學桌 是新人永遠的遺憾和心痛 記者 陳文輝 彰化報導